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心中的这个回忆 但是是那个时代 我最近还有一个偶然的机会 看了一个苏晓明的军港之夜的电视台放 原来当初他那个歌还受批判 军港之夜说什么静悄悄的 水兵都睡觉 结果当时就有人批判说 水兵都睡觉了 谁来保卫我们的海江 这叫欲加之罪何况无词 就是现在不是胡锦涛说 我们要见识强大的海军吗 我就想起那个时代 当然我们水兵都睡了 他水兵都睡了 这真是哪儿跟哪儿啊 特滑稽 当年好多事就特滑稽 有什么事滑稽跟我讲一件 很多呀 比如说发生在我身上呢 就是比如我唱的那个童年 台湾歌曲 对对对 那其实它是五段词吧 应该是 其中有一个就是 有一段词就给删掉了 为什么删掉呢 就因为里边有一个 隔壁班的那个女生 怎么还没有经过我的窗前 对对对 这不早恋吗 这么小孩成年 怎么惦记女孩啊什么的 要专心上课呀什么的 其实他的歌词写得非常的生活 非常人性化 小颜歌曲 对 有时候男孩就是会发呆嘛 看看那女生怎么还不过来呀什么的 后来领导说 这段词你还是别唱了 还是去掉吧 好好好去掉 我们那时候说迷迷糊糊的童年 对 你像我刚才看见 他那个网页上一打开 他就唱歌 就是野百合也有春天 我还跟他说呢 我说丑人也有爱情 野百合也有春天 但是园子说现在改了叫什么 比如说你碰到一个什么事 或者你特别倒霉的时候 他说啊 野百合也有今天 也有今天 对 你像这个野草啊 野百合啊 一般用来这个比喻啊 就是这个弱势群体 你还别说 比较穷困比较什么的 我是想说到哪啊 有了今天 今天也挺不幸 在尼尔利亚 你知道这一个礼拜都在闹呢 我一看这五个工人 在尼尔利亚被绑架 五个工人家里的调查 全是穷的叮当响 就是实际上尼尔利亚的贼 他也不明白 你怎么捡我们最穷的人 来绑架呢 嗯 他并不是绑架 他身上的钱 我估计可能作为一种人质 来要挟 要求什么条件吧 他也拿掉几千美金 好像是吧 他们绑架的时候 我听到这个消息 是在一个出租车上 那个出租车 正好在广播这个事情 你知道那个出租车司机的反应 非常奇怪 我完全没想到 我听完了这个以后 你知道他怎么说 他说 绑架也要给外国人绑 什么意思 我说你这什么意思 他说你看看 这个尼尔利亚绑架了 咱们胡总书记 这个温家宝 就只是要全力营救 你今天要在东东莞绑了 你今天要在云南什么地方绑架 有哪一层来重视你这样 我当时我听了以后 我一震 我觉得人的这个 但是他那个出租车司机 他也不是那种 不是那种很全辱的 他好像还很分开 我就跟他解释 我说不一样 我说发生在国内的话 那公安好控制 总是在自己国家 你这个比较容易 你在非洲这样的地方 你不知道在跟什么集团 什么势力打交道 而且还有国家荣誉 什么东西 他说你讲这些都有道理 可是我总觉得 对他也有道理 不仅咱们国家重视 尼利亚土皇都很重视 我看新闻当地部落 咱们用翻译的一个词 叫土皇 土皇答应帮忙了 我把你们找去 要绑架 千万别在咱这地方给绑架 咱这地方没道德底线的 我跟你讲 什么道义有道 我听他们讲 一大半都撕票 肯定要弄死你 他不遵守这种江湖上的这种规则 没错 而且你知道 我那天 就是咱们的马先生 马卫都 知道一堆这个故事 那天讲 就是说绑票 这种斗智斗勇 在保定 有一伙人绑了一个人的儿子 你说中国这绑匪 就是绑了之后就扔井里 当大石都砸死了 然后还要钱 给他爸打电话 给他爸打电话 说你那个什么 绑了你儿子 他说我要跟我儿子说句话 说吧 说完之后就把他儿子弄死 然后跟他要钱 而且你知道非常有意思的是 有一个女大学生 在跟他们出主意 而且是这个女大学生 打电话 想了一个什么招 要不这就高智力 说你怎么交钱 因为现在这个就肯定是报警了 报警了 但是他这个女大学生跟他说 你啊 到北京 永定门火车站 上几点几点的火车 带好了你的钱 然后呢 所以说现在这是有了手机 方便绑匪 火车 在半路上 我打你电话 让你往外扔 你就往外扔 你说这个警方啊 根本抓不到哪 你除非是弄个直升飞机跟着他 咱哪有那条件呢 就没办法 没办法 最后这案子怎么破的呢 这警察说 警察也想不出好的办法 只能说是有一个警察跟着他爸 坐这个火车 但是你这要不说室友不凑巧呢 那天没想到 咱们现在这火车有多么拥挤 他爹呢 根本就没赶上 没赶上 这下下坏了 晒康跟他打电话 一顿跟他解释 说我不是不给你钱 我不是给你下套 我确实你想不到 我没搭上这帮火车 幸亏最后呢 他听这么一说 他就改主意了 他说那得了 就北京一个公园 中午12点 你到那去 把那个钱 放在一个垃圾桶的什么旁边 好家 你知道那天这个布控啊 整个这个 他们说 整个公园门口 所有的群众 全是警察 你知道吗 装的便衣 对对便衣 就不供到这种程度 然后呢 哗 一辆车开过来 下来一人 好家哗 朝十几个警察上来 把他脸 快把他鼻子都摁没了 就摁 摁在公园门口 但是揪起来一说呢 这个人说 我是那个什么 人才市场上的 找工作的 这个有 有个人跟我说 他们夫妻俩离婚 有笔财产 有些东西要给他 就放在公园门口 给我钱 让我去拿 又傻了 这人跑哪去呢 但是我跟你说 当场抓着了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没想到 这警方布控的范围 有多大 因为在摁住这个人的同时 有一个人马上跑 突然间发现 有一辆小面包车 一个掉头 就往外跑 这下几辆警车上去截住 一揪下来 全是说保电话的 肯定是 不过所以呢 这种就是道 人家说道义有道 他这个道无道了以后呢 他行不成黑社会 从好处来讲 他成不了势力 他不会像意大利黑手党这样 成为一个可以交易 连政界都必须正视的 这么一股力量 他成不了 因为很简单 因为就像你说的 他如果大家都觉得 他肯定会撕票的话 所以你想在中国 一旦发生绑架 报警 海外大部分的选择是 不报警 谈判 因为他们这个契约啊 这个西方人的脑子啊 按中国人的看法 他们坏掉 他们就相信契约的 中国人相信身份的 相信身份 知道绑票的人是坏人 坏人一定做坏事 所以什么坏事 他们都会做 所以我赶快报警 所以因为你们赶快 他也知道你们都会报警 所以你这个游戏规则不成立 所以呢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他这个久不了 所以呢 这个要绑啊 还是您也练绑吧 不是不是 瞎说 瞎说八道 这个你其实 您人家 他非洲国家 有时候我看也未必有这些规则 他也不见得说 形成了一个像你说的那种黑手党啊 江湖规则 因为我吧 去过非洲 是吗 对对对 很多年前了 八几年的时候 那时候 你去那干嘛去 我们去演出 是中非 新兰新艺术团 不是 中非的一些文化交流项目 对对对 那一乐事太多了 是吗 太多了 就是你不去 你真的不知道 就是他有些那种 咱们也不能说 谁先进 谁落后 这也政治不正确 只能说 没错 不同的文化背景 不同的国情 不同的民俗 因为最逗的是 我们去一个国家 好像是塞拉里昂吧 好像是 塞拉里昂 然后呢 我们就说要演出了 比如规定的是 比如后天演出 到了当天了 说不演了 说为什么不演了 是因为没登广告 为什么没登广告 因为没出报纸 为什么没出报纸 因为职场不生产纸了 这是真的 就是说 他今儿有报纸了 那今儿就给你登广告 今儿没报纸 就没有纸了 那个造纸厂不出了 那今儿就没报纸了 就这样 还有一些咱们 原件的一些项目 在那边 不是有好多 什么原件的 什么水电 坦桑公路 对 类似那样的一些项目 什么体育馆 桥梁什么的 有时候就会停工 说为什么停工 有时候我们演出 也会到那些 见到一些当地的 一些原件的一些人 他说材料被偷了 就那些木头 水已经就被偷了 被谁啊 被当地的贪官 非洲也有黑贪官 对对对 也有 所以那个时候 就是觉得 非洲非常有意思 非常神秘 但是也很多事情 跟咱们也有相似之处 对 他说这个事啊 其实你看啊 就说瞎子摸象 咱们那天跟这个 于丹还讲 就说这个误读啊 我跟你讲 有些时候 你看到一部分 你就会在他 形成一个印象 你比方说 现在网上 有一个讨论 就发现中国人呢 对外国 有叫五大误读 比如其中一个 就是说非洲 就以为非洲啊 是那种穷的 那家伙 就不长草的地方 或者多惨啊 什么的 实际上呢 他至少有好多国家 现在已经很富裕了 很富裕 他并不是所有非洲 都是那么穷的 叮当响 再比如说 说是这个伊朗 那有个有个记者 就说 说他到这个伊朗 那个有一个反美墙啊 反美墙 长连反美大标语 什么什么的 好 他在那拍照片 后来呢 伊朗的伊朗 伊朗首都是德赫耶兰吧 德赫耶兰 一个大学生 当地大学生 说 你去那干嘛去啊 那多偏激啊 你明白吗 他有点像说 比如像咱们过去说 什么西单民主墙 你知道吗 他这里的人 都在考托福啊 考GRE啊 好多人想得上美国留学 这些年是改革 清美的改革很厉害 这两年才比较左派 重新上来 伊朗是个挺复杂的地方 就很多时候 你不能单一的 你比如说 你像台湾 我去了之后 就有这种感觉嘛 有好几种真实 咱们看电视 他的媒体 就奔着这个 这个所谓立法院 里边打架 游行 好像你觉得这个社会 文化大革命 可是你作为一个旅游者 我去 台湾民风淳朴 民风淳朴啊 那都是特别有人情味的 小吃店里那种温暖 那种中国的人情味 你就在台北的小吃店 才能感受到 北京上海 想都没想 老乡啊 哎呦 就是在火车上碰见 你跟你聊天 你老家山东 哎呀 我也是山东 他哪谈政治啊 所以他还有 另一面的那个真实 还有那个冰郎妹 也挺有意思 我有一次要给冰郎妹照相 旁边两个穿黑衣服的 我估计是不是收保护费的 哗哗哗就冲着 我走过来吓得 我赶快跑了 其实我觉得 我们对国外的误读 可能和媒体的报道有关系 其实我们通过 一般来说是通过媒体 了解一些国外的东西 那有些东西 我觉得我们的媒体 可能是摘他所需要的东西 来报道 或者说对我们有利的 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难免会偏颇 真是这么回事 所以慢啊 他们这个动作慢啊 希望他这个绑架事情上 也贯彻他们一贯的 这种慢的精神 那这样我们就有营救的时间 对不对 也会增回一点 这个你知道这种事情 现在特别强调 主要还是因为中国日益强大 有一个国家面子的问题 你知道 这个以前比较少报道嘛 不是说以前就没有 以前就内部处理了 尼利亚防飞不给咱伟大祖国面子 这不行 对我们回开点 咱们去一下广告 中非友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园子 你说这个非洲的印象 就让我想起来 尽管我说过 但是我还是要再歌颂一下 长径路 我就去肯尼亚 那个国家公园 哎呀 我觉得啊 当你就人在笼子里啊 动物在外头的时候 那家伙 感觉真不一样 就是野生动物园吧 豁然一个巨大的长径路 比你想象的大 就出现在你面前 我觉得这个长径路啊 为什么我就喜欢上了 他跑起来啊 真叫腾云驾雾 你知道吗 就是上身不动 就四个蹄子 啪 他就这么跑的 哎呀 喜欢死我了 特别美 特别美 所以这是动物的这个大路啊 可能那个鹤跑起来 也是那样的 很优雅啊 长长的腿那样的 对 不过咱们还是讲绑架不 讲犯罪 南非的中国人 现在其实很危险 对 经常看到一些报道 很多次 因为他们也比较有钱 在南非 南非算比较发达 现在黑人真的是在南非 还是比较穷 他们政治上翻身了 所以白人 就是这华人啊 受受这个 很多次很多次 就是说 你比如说 你见过那个上海电视台 他们说是 有一次这个直播 就是讲这个中国的这种特警啊 就当时 绑架了一个小女孩 就在这个楼上 哎呦 这个直直播就见到这个功夫了 你知道三个特警 到最后谈判不行 就中国现在真的是 就是跟你谈判 原来我听见民间私下有议论 说什么 咱中国 大家一枪毙了 其实没这事 现在也是在谈判 谈判你知道 最后谈判不成 必须解救 那个罪犯 拿着刀 在窗口 对着小孩 这脖子 三个人 你知道吗 一个人 一个特警起来 就是双脚起来 飞起来哈 光就把这门 教室的门踹开 你知道踹的什么样 踹的这门 整扇门就给踹进去了 然后啊 几乎同一个动作 第二个那个特警 擦 就这么 伸着一只手啊 横着跟那个乔丹 飘移似的 蹭一下就到了窗台边了 然后这个歹徒 一刀 把手扎穿了 把这特警的手扎穿 第三个上去 光把他头摁在窗台上 你就说明 咱也是为了保护 咱们这个人质 就干嘛嘛 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士 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士 你说这个东西啊 挺玄的 他们当时都拍下来的 播出来 直播 在电视上播 那挺刺激的 刺激吧 而且这个绑匪 我想在那种时候 他这种千金玉吧 他自己其实 极度的紧张 极度的那种 那种亢奋 稍微哪刺激了他一下 有可能他就 他就撕票了 或者是 长春不是有一个事吗 就是有一个出 有一个 有一个 那个那个绑匪 他把一个女孩 就在车里边绑架了他 就女孩在开车 对 好像是在上班的路上 然后后来就围了很多警察 要跟他谈判啊 弄什么的 这时候其实 后来已经派了一个狙击手 开枪打他 但是好像没有打到 结果他撕票了 当时报道了 你知道我 我还知道一个狙击手 开了这一枪之后 就到南方疗养去了 你说这个 这个这个心理啊 当时这个绑匪就在 在街头 就就就拿拿拿枪 对着人质 周围都是群众 你知道吗 然后这个领导 就跟这个狙击手说 在一处楼顶上 就说只有一枪的这个机会 只有这么 一点点 说你行吗 你就因为这 你要不行 我们得采取别的办法 说就是唯一的希望 最后这个狙击打到人 那当然 而且你还有可能 打到背后的群众 这个狙击手 点点头 说说行吧 然后就在这 瞄了很久很久 一枪毙命 这是一两厘米的间隙 打完之后 整个人瘫那起不来了 你说这个 这个这个心理压力 你要知道 这个心理压力 因为为什么说 最近我看人公安部 一个领导接受采访 还说呢 说你也得想一想到警察 也不容易 改革开放以来 死了十几万了 不是 死了八千 就是十几万八千多 我忘了 可以说反正是 天天有牺牲 时时有流血嘛 就说这事 你记得有一个 那个那个明星 这咱就不说了 很著名的嘛 对 被绑架嘛 你知道到后来 不是解救回来吗 解救回来 这个绑匪 这个绑 这个绑架集团 得绑谁都死票 杀了好多人 完了之后就是说 一压到橘子里就说 抓我的那个特警 你们要给他请公 这个绑匪的头子说 他说为什么 就当时就像我说的 我一下扑上来 他的这个手雷 就在腰上 他说我一键扑上来 我这个小手指头就勾 都勾着这个环了 但是没勾进去 也就说他就一来先抓手嘛 他稍微抓晚一点 或者这劲寸一点 一下就 全牺牲 所以我听说这位明星 经此一难之后 逢年过节 就上那个 那个警队去 去看望人家 感谢一下 救他一命啊 而且你注意到没有 从此之后这个人呢 不大在公共生活中出现了 就一般人家说 你经历过这个生死之间的人呢 人群观会改变了 今天来讲这个话题 我们通常都觉得警察是 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 我们你知道香港现在流行啊 拍手机短片 上那个网站呢 都是拍警察的不好的事情 成风了 最近我第一版明报就登 大家就把在警察 在执法过程当中 有点小小的问题的 马上把你拍下来 就在公共的网上传 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就想起 听你刚才讲我就想起 其实那种街头巡警啊 其实他们谁都不敢得罪啊 你知道 我在街头现在也看过 有的有的吵的时候 警察是处在文公五位 五位的不敢五位的地步 也挺惨的 也挺惨的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那么园子也算了解点海外中国人 好家伙 真是搞艺术工作的 我主要是去了很多地方演出 这个借这样演出的机会 去了好多的国家 不同的封锁啊 什么的 听长见识 哥伦比亚美女很多是吗 你怎么老见识 哥伦比亚美女 你知道哥伦比亚 它是一个那个 怎么叫 有时候盛产独销的这种国家 这个我们也赶过一个事 赶过一个事 非常的惊险 就是在那个 哥伦比亚有一个 不太安全的一个城市 叫麦德林 麦德林集团嘛 非常著名的 还有很多大毒枭都在那 有一次我们演完初 去一个餐厅吃饭 就在我们到达的前 大概20分钟的时候 我们隔壁的那个餐厅 发生了一场血案 就进来一个人 拿着一个枪 也没有目的 不知道他是为什么 就一通扫 死了好多人 血流成河 我经过这么一个事 你看见了 我没有看见 就在我们前后相差20分钟 对 所以也有可能 我们会走进那个餐厅去吃饭 所以人有时候就是 这有时候这个命啊 就是有的时候 就是一念之差 有的时候真的是 命悬一线 对 我跟你说 新华社 以前住阿富汗的一个记者 就在院里 就说嘛 在大院里 跟这个自己的同事 正聊天呢 啪啦啪啦 枪声大作 他再一看 他同事已经倒地下了 脚踝 脚踝给打中了 满地流血 你说这个 回到尼日利亚那个绑匪 他们没有政治动机 是吧 据称 这哪知道 这里问土黄 他们好像 我看到报道 没有提出任何条件 好像说是那种 用钱来赎回 他们好像也不考虑 就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 这种事情 麻烦是麻烦在哪里 如果为了国家的体面 你真的给钱的话 其实又鼓励人家多 可这就是一个悖论 这个悖论 但是你要是不给呢 你可能这几条命 就会有问题 所以这种事情 特别难处 你知道小孩被绑架 家长难做 对不对 现在国民被绑架 领袖难做 国家也 对 也不能把绑匪想象的 这个智力太高 实际上有些绑匪 最近不是有一个 就又会压倒邪恶 对对对 有个绑匪 就现场不仅留下了指纹 还留下了自己的手指头 他被锅里把手